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妄为读报》 我是Cherry 中共二十大前华尔街日报 对中共最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人选的准确预测 使其在全球媒体预测中最终胜出 1月4日该报刊发重爆文章 披露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为何突然放弃了被视为其权力象征的清零政策 此前习近平当局坚持的近三年极端清零政策 导致经济崩溃造成无数次生灾害 文章指出 去年底在中国各大城市出现罕见的抗议浪潮 令习近平和他的核心圈子感到震惊 加上多个政府部门的紧急请求 最终促使习近平不得不放弃了清零政策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写道 消显市透露去年11月前 尽管过去三年的大部分时间 中国各地都实施了严格的封锁措施 但全国感染率上升的报告 仍在不断涌入中南海 清零政策的代价高昂 中国的出口和零售业大幅萎缩 地方财政被耗尽 部分民众的生活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随着去年10月底二十大结束 习近平获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 外界当时普遍预计 他会在此刻改变清零政策 但习近平当时并不准备改变其立场 当德国总理舒尔兹11月4日访问北京时 尽管中国国内的感染病例激增 商界人士敦促总理李克强放宽清零政策 但习近平没有暗示要对政策进行任何转变 与此同时 Omicron的爆发在中国继续发酵 在秋天开始蔓延 北京没有加快疫苗接种计划 储备抗病毒药物和其他新冠治疗药物 也没有扩建和升级医院及急诊病房 而是选择投入更多资源建设临时隔离设施 实施严格的封锁 并对公民进行大规模检测 报道披露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习近平收到了大量信号 表明他的清零政策 正在成为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动荡的根源 出口曾是中国在疫情大流行时期的主要增长引擎 但在10月份出现了两年半来的首次下降 而在上海春季封锁后的几个月里 一直在增长的零售额也出现下滑 据接近决策层的官员和顾问称 这些数据吓坏了中共最高层 但即便如此 习近平也不准备完全放弃清零政策 相反 他决定采取渐进的方式来放松措施 同时没有设置一个明确的退出时间表 据官员和顾问称 截止11月中旬 习近平仍在 是否以及如何取消清零政策上 犹豫不决 报道援引之前是透露 11月下旬 中国大城市出现了罕见的抗议浪潮 加上政府许多部门的紧急请求 这最终促使习近平做出转变 当时中南海开始收到报告 全国各地爆发 小区居民联合起来小规模反对封控 反对将人限制在家中的规定 11月26日27日抗议活动 在中国一些最大和最富裕的城市爆发 官员和顾问说 罕见的公众愤怒表现 一些抗议者直接反对习近平和共产党 令习近平和他的核心圈子感到震惊 另一方面 随着阻止病毒传播的战斗越来越徒劳 社会和经济成本不断上升 习近平决定放弃清零政策 12月1日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什尔访问北京 与习近平举行闭门会议 习近平首次承认 疫情大流行已经进入了一个不那么致命的阶段 这标志着他思维上的转变 12月初 中共突然宣布基本取消清零政策 12月26日 北京宣布取消国际旅行限制 基本上结束了三年隔离期 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后任总理 前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在12月25日的全国电话会议上说 结束清零 时机成熟 基本条件具备 华尔街日报产查了这次会议的书面会议摘要 官员和顾问确认文件是真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 李强在这次会议中 敦促负责医疗保健 交通运输和其他经济部门的高级官员 确认少数信息 他还不忘强调 这是习近平清零政策的伟大成就 报道最后指出 但是习近平全面放开的时机 甚至备受一些党内高级政府卫生官员的质疑 中国流行病学家国家卫生委员会高级顾问曾光 12月16日在北京的一个公共卫生论坛上说 如果我们纯粹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 我们宁愿推迟重新开放的时间 随后这一无预期的逆转 将中国推入了新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拥挤不堪 走廊上有很多坐在轮椅上和躺在病床上的病人 医护人员人手短缺 同时不得不带病工作 火葬场更是不堪重负 正如密什芬大学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教授加拉格尔所说 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人祸一样 现在对这位核心领导人的政治忠诚 意味着没有意义 没有集体决策 中共内部在关键政策转变上缺乏辩论和讨论 就在社会组织4日公开批评北京当局 低报了这一轮新冠疫情死亡人数之后不久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他对中共当局日前处理疫情的方式感到担忧 拜登强调需要执行美国定下的程序 那就是如果你从中国飞来 你就要接受检测 美国之音报道 拜登4日访问了肯塔基州 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他在被记者问到 是否担忧中共目前处理新冠的方式时 回答说 是的 我担忧 但是我认为美国只是需要执行我们定下的程序 那就是如果你从中国飞来 你就要接受检测等等措施 我知道北京方面在我们说他们一直不胆诚实 很敏感 同一天 法国卫生部长对中共国的疫情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在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也表示 美国要求来自中国的乘客在出发前进行检测 这不仅是由于中共国境内新冠流行 也是由于缺乏来自中共当局的充分透明度 如果北京希望看到各国废除已经落实的各项要求 有一个方式可以帮助实现这点 那就是增加透明度 普莱斯还表示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建议对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实施的做法 不仅是由于疫情在中国激增 也是由于未能从中共获得充足和透明的流行病学和病毒基因组序列数据 普莱斯还提到了世卫组织官员前一天与中共官员的讨论 他说世卫组织高级官员就他们从中共国所看到的 或者更恰当地说没看到的情况进行了评估 另一方面在世卫怀疑拜登批评后 北京回应称疫情可控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5日在例行媒体吹风会上继续辩称 北京已透明迅速地与世卫组织分享新冠病毒疫情数据 并表示疫情是可控的 美国众议院选举议长六轮投票都没有得出结果 多名极右翼共和党议员坚定反对既定议长候选人麦卡锡 即便川普发言后这一局面也未变化 但有消息称 5日有迹象表明 麦卡锡与共和党党内反对者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综合报道 美国会众议院5日中午继续选举议长 在此前两天六轮投票失败后 共和党人就其内部分歧进一步谈判 据称对峙双方已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 但据成功选出议长上有差距 据报道 被打破僵局 据说麦卡锡在罢免议长议题上做出进一步让步 这也是反对者强烈要求的议程之一 即恢复众议院通过随时召集投票来罢免议长的权利 麦卡锡提出了一个新的门槛 即只要有5个人要求罢免议长 就可以进行全院表决 而按照众议院共和党大会当前的规则 只有当至少一半的共和党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时 才能进行投票 据CNN报道 消显示称麦卡锡还做了另外两项让步 然而由于谈判人在进行中 这一切都不是最终结果 据德国之声报道 5日的投票开始前 前总统川普呼吁共和党议员将票投给麦卡锡 他在自己设媒Truth Social上写道 不要把你们的伟大胜利变成巨大令人羞愧的失败 在众议长产生之前 美国会众议院出于瘫痪的状态 连新当选议员的宣誓仪式都无法举行 共和党原计划掌管众议院之后 推动包括对拜登总统调查等优先事项 而更让共和党内部的温和派不解的是 反对者究竟反对什么 针对国会众议长选举如何发展 美媒国会山庄报分析 目前最少有三种可能 一是麦卡锡退选 由众议院共和党第二号人物史卡利斯蒂布 不过史卡利斯早已表态支持麦卡锡 三日在众议院发言更重申这个立场 第二种情况是两党温和派合作找替代案 不过目前看来两党合作的可能性不高 最有可能的是麦卡锡与盟友继续努力寻找方法 争取没有投票给他的共和党人 最终转过头来支持他 这个可能性也最大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